我们再次同心祷告 是的主 我们看见这位公义的主 是怜悯的主 恩慈的主 不过 你的公义也要带来公义的审判 因此我们预备自己 在主的施恩宝座面前 要经历你恩慈 慈爱的时候 我们也预备心 我们要恳求主 让我们靠耶稣基督的恩典 来面对你的公义审判 今天早上我们来到施恩宝座面前 就好像天上这位施恩的主 在我们的心里面继续吸引我们 让我们快跑跟随的时候 我们全然归向主 全然献给主 愿主悦纳我们的敬拜 更恳求主 在我们敬拜你的时候 透过你的话语 发出你的信息 在我们心中 稳固我们的心 发展我们的灵 开启我们的眼睛 谢谢主的恩典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继续启示录的系列信息 今天我们已经到了第七章了 若是您上个礼拜也在这里聚会的话 我相信一定记得在上个礼拜一开始第六章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启示录第六章就开启了一连串十三章 有十三章的长度的有关苦难的信息 那么今天这一章当然也在这个苦难的段落之中 有了第六章的前文 那边提到羔羊打开第一个印 第二个印 第三个印 第四个印 一直到第六个印的时候 我们期待着 那第七个印又是什么呢 第六章就结束了 就进了第七章 第七章并没有提到第七个印是什么 反而第七章提到是宝座前有一群大群的人群 在那里敬拜 于是就在这个敬拜的异象和记录之中 神如何告诉我们苦难中的盼望 就在这段经文带给我们了 刚刚我们已经读过听过这段经文 说有一大群的人 约翰在异象中看见一大群的人 数目难以计算 就是算不过来 就是无数的意思了 那么无数的人从哪里来的呢 圣经现代中文译本翻译的非常口语化 从各个国家各个部落 各个民族各个语言来的 都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 穿着白袍 手上拿着中树枝高声喊叫 救恩是从坐在宝座上 我们的上帝和羔羊来的 我们可以想象这一幅图画 这幅图画是宝座上 这位上帝和羔羊 在他的周围当然有活物跟长老 不过更有一大群来自各国各方的群众 这群人穿着白袍 这个有意义的 拿着中树枝也有含义的 之后他们这一大群人在那里送赞 坐在宝座上的也送赞羔羊 这一片送赞的声音 是算不过来的人群 而且这些人群来自不同国家民族 也说着不一样的语言 假设我现在请在座每一位 用你的家乡话 你假如是赏海影就讲赏海尾 你是广东人就讲广东娃 你不同的人讲你自己的母语 讲这四个字 耶稣爱我 可以吗 试看看 还没开始啊 预备啊 预备好了没有 预备好 一二三 耶稣爱我 你有听到有一点点那个味道吗 那当然了 我们还是讲华语为主的不同方言 怎么样发音都是四个音呢 是不是啊 耶稣爱我 亚说听我 总之都是四个字嘛 但是你假如想象 不同语言 英文的西班牙文的印度文的 有点像我们英文部聚会的 我们英文部有菲律宾的 有印尼的 有日本的 新加坡的 各种 那么这个语音完全不同 你可以想象那一幅景象吗 这么多人来自不一样的语言 不一样的国家 说着不一样长短的这句话 但是他们同心来赞美 这群人虽然不同 但是也有很重要的相同 就是什么呢 他们都穿着白袍 那么下面的经文 告诉我们 他们又拿着棕树枝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待会我们要继续来思考 穿着白袍 拿着棕树枝 所有的天使也围绕着宝座 长老活物的周围 也参与在敬拜之中 阿们 愿颂赞荣耀智慧 感谢尊贵 全能力量 都归于我们的上帝 世事无穷 阿们 天使也参与敬拜 我们可以想象 宝座前这一幕 真是普天同庆 一大群人用各种声音语言 然后呢天使又加入 天使的语言 我是不会说了 总之上面 天上充满了赞美的声音 这个时候一个长老问约翰 这些穿白袍的是谁 天上也会有抽烤的 你知道吗 这个就抽烤 不过约翰很会作答 他说你知道 你自己回答 于是长老就给答案了 这些人是经历过大灾难的 来自不同语言 国家民族 不过他们有相同点 经历过大灾难的 第二 羔羊的血 把他们的衣服洗得白净了 干净洁白了 这当然是神学语言 血不会把衣服洗白的嘛 你把衣服拿去血里面洗 当然越洗越红嘛 怎么会白呢 这是神学语言 意思就是 这是一个象征的说法 羔羊的血指救恩 救恩让我们 这个衣服 这个衣服就是我们这个人 把我们的罪过洗洁净了 因此 他们可以势力在上帝的宝座前 日夜在圣殿中 侍奉他 这群人在侍奉 日夜不停的侍奉 因为他们经历了 羔羊血的救恩 他们经历了大患难 就在这个过程 大患难过程之中 他们的人生改变 生命提升了 下面继续说 坐在宝座上的上帝 要亲自庇护他们 他们不再积 不再积 就是以前曾经积过 对吗 同意吗 是吗 所以他们已经曾经饥饿过 不再渴 曾经渴过 但是现在不会再积再渴了 当然这个饥渴 不一定只是身体层面 心灵的层面 也包括在里面 太阳任何炎热 不能够烧灼他们 意思就是 不能再受伤害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上帝亲自庇护他们 更重要十七节 因为宝座中的羔羊 要牧养他们 宝座上的羔羊 要牧养他们 感谢主 华恩堂有十三位全职的传道牧师 牧养 大家彼此牧养 不过有一天 是宝座上的羔羊 亲自牧养我们 这是何等大的恩典 于是就领他们到生命的水泉 最后一句更重要 上帝要擦干他们 每一滴眼泪 表示这一群人有没有流眼泪 有 而且不止一滴 每一滴就是超过一滴 意思就是 这群人在大患烂中 是经历苦难的 经历痛苦的 流过眼泪的 不过现在上帝要擦干他们每一滴眼泪 擦干所有的眼泪 意思就是 所有的患烂都过去了 终结了 现在经历 上帝亲自的庇护 经历羔羊亲自的牧养了 所以这群人就在宝座前 日日夜夜 侍奉上帝 这幅图画 给我们整理一下 大致就是这样 有一大群人 来自不同的地方 各个国家 各个部落 各个语言 各个民族 然后他们拿着中树枝 在那边呼喊 敬拜 日夜侍奉神 他们是经过大患烂的 是吧 了解了这个之后 我们就要对这段经文的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汇 多一点思想 这一群拿着中树枝的 是一群真正的 侍奉主的信徒 对吗 但是我们要对中树枝 有一点点了解 我们才能了解这段经文 到底在更深入地 表达什么意思 拿着中树枝 在中树枝在旧约里面 是有一个很强烈的联想的 那就是在立位记记载了 他们要守一个节 这个节是7月15日开始 叫做住棚节 顾名思义 就是住在棚子里面 住棚节 为什么要有家不住 要住在棚子里面呢 那是纪念 摩西带领百姓离开埃及 进迦然之前 在旷野的生活经验 在旷野40年里面 他们是搭着帐篷住的 没有房子的 于是当他们一旦 进入迦然地安居之后 他们每年都要守一个节 就是这个住棚节 要搭棚子 怎么搭呢 就是拿树叶 拿棕树枝 来做一个临时的居所 住在里面 在里面住7日 当然还有其他的敬拜的 等等活动 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让大家 虽然现在已经身处 迦然地安定了 但是还要回想一下 曾经 祖先们 祖先们曾经在旷野 就好像住在这个草棚一样 住在一个帐篷里面 曾经住过一段40年的时间 来纪念神在旷野中 随时的供应 纪念神在旷野中 无所不至的保护等等 祖宗得以经历救恩 这个历史事件 换句话说 棕树枝 在这群人的 还后代的心目中 就成为一个救恩的记号了 在沙漠 要找树不容易 棕树是少树 在沙漠地带 旷野地带 能生存的树木 所以拿这种树枝 来做祝鹏节的材料 然后呢 也拿着这个树枝 作为一种救恩的记号了 但是你知道吗 在全本新约圣经 出现中树枝这个词汇 总共只有两次 在两个事件里面出现 哇 整本新约圣经 只出现两次 这个这么重要的救恩的记号 只有两次的记录 第一次当然就是 我们这里讲的了 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呢 天上那一个 死不过来的人群 拿着棕树枝在那里 敬拜赞美大声呼喊 对吗 另外一段呢 就是在约翰福音十二章 那边记载什么呢 那边记载着 当耶稣在地上事工的时候 最后一周 当他要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 在耶路撒冷城门口 也有好多人 拿着棕树枝 来欢迎耶稣入城 那么经文是这样说的 第二天 一大群到耶路撒冷过节的人 听到说 耶稣要进城了 于是他们就拿着棕树枝 这是第二 这个圣经两次出现的 其中一次了 去迎接他 欢呼说 赞美上帝 愿上帝赐福给那位 奉主的名而来的 愿上帝赐福给 以色列的君王 意思就是 愿主祝福这位 进城的耶稣啊 哇 这是一片热闹的景象 是不是啊 不知道多少人 一大群人啊 哇 拿着棕树枝来欢迎啊 这个是一个救恩的记号啊 他们多么盼望 这位耶稣基督 就成为他们的救主啊 不过 这群人是什么人呢 下面的经文就继续介绍了 下面譬如在第十二章 十七十八节 他说 耶稣在进城之前啊 曾经行的一个神迹 就是叫拉撒路复活 是吧 于是这个神迹太神奇了 于是一传十 十传百啊 他们这一群人 就把这个神迹传开了 很多人 因为听见这个神迹 这个时候跑来 拿着棕树枝来迎接耶稣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迎接耶稣 拿着棕树枝欢呼的人群里面 有很多人 是听说过复活的神迹 但是 他自己 不一定经历过 复活的拯救啊 复活的拯救 在地上的时段 就是重生啊 他们不一定经历过了 不过 这个使拉撒路复活 这个神迹实在太神奇了 谁听了不兴奋是不是 我听了也兴奋了 于是我就成为兴奋的人群的其中一部分 哇 有一位神人来了 哇 这位耶稣来了 是一个死人复活 谁听了都兴奋 于是他要进城 欢迎啊 欢迎啊 拿着棕树枝 成为欢迎的群众其中一员 不过这个人本身有没有自己经历复活呢 不一定啊 下面的经文继续描述这群人啊 哦原来啊 这群人啊 三十七节说啊 他啊 耶稣虽然在他们面前行过很多神迹 包括使拉撒路复活 但是他们还是不信他 越来越清楚 描述这群人到底是什么人 是的 很兴奋啊 甚至来去欢迎啊 不过心灵并没有信 信就是接受 并没有把人生主权交托给这位耶稣啊 并没有说 好了我跟着你走了 只是兴奋之下 高潮的气氛之下 拿着棕树枝一起参与在那个欢迎的场面里面 继续看下去 十二章 哦约翰福音十二章 就越讲越清楚了 这群人是什么人呢 四十二节 他们爱人的称许 胜过爱上帝的称许啊 意思就是 这群人 生命价值 还有优先顺序 其实没有改变啊 他们还是看人胜于看神啊 是吧 跟从人胜于跟从神啊 得到人的称赞 掌声 胜于得到神的称许啊 意思就是价值观没有改变啊 优先顺序没有改变啊 不过很兴奋嘛 哇 这位行神机的主来了 哇 要进门啊 来 咱们一起去 拿着棕树枝去欢迎 好 把这群人稍微整理一下 大概是这样 约翰福音十二章 也就是新约圣经 两次提到中树枝的段落 这里说一大群人 这群是什么人呢 是犹太人 这群人拿着中树枝 也高声呼喊 这群人看见神机 于是去迎接耶稣 不过这群人 见了神机还是不信啊 爱人的称许 生于爱神啊 假如把这段经文 约翰福音十二章 继续往下看的话 就记录了 耶稣其实 最后一周结束呢 就是受苦 受神 之后受死 然后复活 在这个受苦受神的过程之中 官府曾经给百姓一个机会的 是不是啊 福音书记载得很清楚了 官府问 你们到底要钉死耶稣吗 还是要钉死那个 罪犯强盗巴拉巴 群众怎么说的啊 我们要谁啊 我们要巴拉巴 我们要巴拉巴 哇 也很大 喊得很大声啊 非常可能在城门口 迎接耶稣的这个群众当中 也有很多人 换了一个场合 又做出另外一种呼喊 我们要巴拉巴 为什么呢 因为 兴奋也迎接耶稣 当考验来到的时候 不一定通过考验 价值观没有改变的时候 选择来临的时候 他们不一定选择跟从主 不一定选择那个要受苦的道路 把这两群人 为什么要把这两群人做比较 因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就是全本新约圣经 只有这里提到 忠述之 而忠述之是一个重要的 救恩记号 所以这两段经文 值得我们好好去参考 一比较一下 那完全不一样了 是吗 启示录第七章和约翰福音第十二章 两次唯有这两段提到忠述之的经文 提到这个重要救恩记号的经文 这两个群体完全不同 都是一大群人 城门口那群是犹太人 天上宝座前那群是来自各族各方 万族万民的 这群人穿着白衣 意思就是经历救恩的 但是城门口的那群人 虽然拿着忠述之大声喊叫 只不过他们见了神迹 但是没有相信的 他们爱人胜于爱神的 但是天上宝座前的 启示录第七章 讲的这一群人是什么人呢 他们拿着忠述之 在那里称颂神的时候 自然带来日夜的侍奉 侍奉绝对不能强迫的 是吗 侍奉神不能强迫的 是甘心乐意的 是生命转变 价值观转换之后 一个自然的表现 当然我看见更重要的价值啊 哇 我尊从神胜于尊从人啊 于是我人生的时间安排 我人生的优先顺序 当然改变嘛 当然有机会侍奉就开始侍奉了嘛 是不是啊 所以他们日夜侍奉神 一个重要的关键 就是这群人经过大患烂 不是受苦使你得艺术的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啊 是在大患烂之中 他们流过眼泪 是吗 还记得这段经文吗 这群人是经过大患烂的 于是羔羊的血 把他们的衣服洗干净 意思就是经历羔羊救恩的 现在穿上白袍 经历救恩的 这个救恩是什么呢 这个救恩就是 上帝亲自庇护他们啊 于是他们就侍奉啊 不只是庇护在大患烂之中 羔羊亲自牧养他们啊 上帝擦干他们每一堆眼泪啊 所以 在第六章上个礼拜 我们提到一个印 一个印 一个印打开 上个礼拜我们学了几个 苦难的功课是吧 这一章给我们更重要一个苦难的功课 是什么呢 在苦难中 一旦经历了神 我们的生命全然改变 当我们生命全然改变之后 我们才能够在一个更不一样的层面 境界去侍奉神 当然 人生是没有苦 没有 怎么讲 人生是不会没有苦难的 这个double negative 双重否定 意思就是肯定嘛 就是说人生是有苦难的 不会没有苦难嘛 所以我们不能逃避的 假如不能逃避 那怎么办呢 当然 最蒙福的方法 就是在我的困境之中 我们大大的寻求神 就好像这群人 这群人经历了在苦难中 上帝亲自擦干他们每一滴眼泪 是会有眼泪的 当你的亲人生病会有眼泪 或者自己遇到什么人生的低潮 会有眼泪 被人误解会有眼泪 被人诬告会有眼泪 生意在一个困境之中 生活在一个挑战之中会有眼泪 下一代的人际关系会有眼泪 你的公司的员工职员同事之间的关系 也可能会让你流眼泪 2020年也可能你什么原因都会流眼泪 但是当我们的眼泪 是被上帝擦干的时候 眼泪带来的是福气了 这个意思就是 上帝能使患难转变成为恩典 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 内光与恩光 从内光之中看见上帝的恩典 了解了这个层面的真理 人生就更有勇气 更有觉知 面对我们所遇到的一切的患难 因为我们知道在患难之中 坚心依靠主 上帝就擦干我们每一滴眼泪 我知道我也听到在座有些弟兄姐妹 正在苦难之中 正在流眼泪之中 我每一次逐日崇拜 在门口跟大家握手送别 有好多人说牧师 请你等一下为我祷告 好 请你等一等 于是大家都走了之后 我们就为这些有需要的人祷告 我常常看见的是重担 我常常看见的是眼泪 这些都是真实的人生 有时候他流泪 我也一起流泪 不过你知道吗 上帝能擦干我们每一滴眼泪 这就是人生 在大患难之中 一个真实 确具 也是一个有盼望的出口 启示录用了十三章来讲苦难这个主题 因为他作者和上帝的心意 都不愿意人逃避 因为你也逃避不了 既然不能逃避 既然没有人不受患难 那何不我们依靠上帝奇妙的恩典 经历他擦干我们每一滴眼泪 于是擦干了之后 做什么 日夜侍奉他 侍奉神是一个蒙神拯救和安慰之后 自然的反应 愿主也在我们的心目中 也在我们的心灵深处 让我们经历眼泪被擦干之后 生命被改变 于是我们的人生优先顺序 也一起改变 看见原来侍奉神的荣耀 侍奉神的奇妙 侍奉神本身也是一种恩典 愿主的旨意行在你和我的身上 你和我都会面对不一样的挑战 不一样的不确定 不一样的人生的 不知道如何的那种情况 神擦干我们每一滴眼泪 我们一起祷告 谢谢主的恩典 你是这位安慰的神 你是在我们处在不稳定的社会 不稳定的人生之中 你怎么样擦干我们眼泪的神 使得我们能够继续奔跑 带着喜乐 带着盼望来奔跑 愿主你的话语 进到我们的心中 圣灵透过圣经向我们说话 特别为在座 在困境中 在患难中的弟兄姐妹祷告 耶稣基督 你成为我们的牧者 你牧养我们 牧养这一群有需要的人 有需要的肢体 让我们经历 我们的痛苦 你都知道 而且你擦干我们 每一滴眼泪 愿主成全你的应许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弥